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8号星期六 咱们频道有很多观众是翻墙的 给大家报告了一段坏消息 以后翻墙可能就是更难了 因为这样 美国及加拿大等很多提供VPN服务的公司 出于对港版国安法的担忧 他们都纷纷的将香港的服务器就关闭了 导致很多 它的提供VPN的能力也在减弱 说是这样 根据新的港版国安法 它有分裂或颠覆国家的罪名 说是这样 它允许执法人员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去搜查电子设备 导致很多在香港有服务器的 VPN的供应商都很担心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以前他要法院申请过搜查令 现在根本不需要 说来就来了 直接给你服务器就抄走 抄走之后 你服务器里如果有客户资料的话 你的所有的客户资料就都被泄露了 假如你用了他们提供的服务器 那么你在中国你用VPN的话 全部都被关 就抄走了 那么有一个鉴定在美国 叫IPVenice 它说为了保障 用户的自由和信息 它关闭了在港的VPN服务器 并且暂停了营运 说新法导致我们必须将香港 及中国大陆 视为是一体的 是一样的 以美国科罗拉多州 丹佛市为基地的 叫Private Internet Assights 宣布 因港版国安法 危害入户 以及全体香港居民的隐私 那么将香港的服务器 消除及关闭 那么外里边的这些入户资料 全部都清空消除掉了 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加拿大多伦多的 叫什么Turnal Beer公司 他们也宣布 将关闭在港的服务器 那么瑞士的叫Private VPN 称对港版国安法 感到非常愤怒 但是他们公司说 有信心会继续运 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的服务器 本身是不会记录 任何的任务活动 而且也不会存储 任何任务 个人身份的资料 我们只是提供一个中转 就过去就完了 我们不留任何资料 所以就即使被抄了的话 我们上面反正也没资料 他也查不出任何东西来 不过他们还是建议 就是说任务 如果再利用他们的 香港服务器处理的东西的话 首先要避免敏感信息及通讯 如果被 因为如果有可能被香港监控到 因为现在已经完完全全 由于港版国安法 已经不需要搜查令 然后也不需要准许令 认为他只要认为 跟国安相关的话 他可以任意搜查 任意窃听 任意去调查 所以就是说 敏感内容及通讯 你们要自己小心 那么殷属处女岛公司 叫Safrshack 他说 说公司在港的服务器 不存任何 任务的资料 所以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香港的政府部门 开始要求他们公司 来记录任务活动的话 他们也会立即关闭在港的服务器 不管怎么着 有一些基本上三分之二的服务器 都关闭了 还有三分之一 是那些他们就是说 不记录任务活动的 勉强的 现在还开着 但是也有可能遭到香港 因为香港现在成立国安公署 很多大陆公安 也都派 国安的都派过去了 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上也是 你在用这种香港的服务器的话 实际上本身也是不安全的 而且我们相信之后一段时间 香港政府肯定会找他们要这些资料 香港政府已经开始找什么 Facebook 什么推特 什么的 要这种入户信息的 他们最终也会要 到了那个时候 大家估计就是鱼丝网破 所有的服务器全部关闭 就全完 我估计就是说 所有香港的VPN服务器全部关闭 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刚刚国安法建立之后 实际上就像他们说的 就是说必须认为 香港跟中国大陆是一体的 对不对 你在中国大陆 你也没办法把服务器搁到中国大陆去 对吧 你跟中国大公路 你不也就作死吗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香港算彻彻底底 这次算是就是说 结束了一国两制 彻底回归祖国了 以后就要这什么北上广山港 就是加上一个香港 当然了 对于公司来讲 也是对他们公司来讲 肯定是损失 是吧 服务器关闭之后 公司的收入什么 都受影响 但是当然了 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网友 愿意翻墙出来看看的 这些没事逛逛的 对吧 这些网友来讲 也是很遗憾 不过说实话 毛尔良信书 真的 你翻墙出来 除了死容器 别的能看吗 开玩笑 开玩笑 还有很多非常优秀 优质的节目的 我们就是喜欢开玩笑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以后我相信 翻墙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大家 还是我觉得怎么说 就是说且看且珍惜 你死东哥 估计你是看一眼少一眼了 当然开玩笑 开玩笑 好吧 也没说哪天习近平一高兴 特别允许死东记 在什么B站 开个节目 是不是 后来如果有的话 可以通知我 我可以去 可以考虑为大多网友 也提供一份 一个及时的 一个全球新闻汇总 好不好 我们这样 如果让我在B站开的话 我们不加评论 我们只报新闻 不过估计那也不行 真的 我报这新闻 他也不爱听 所以算了 我估计你在国内 是看不见我了 如果VPN结束了之后 你也就看不到了 没关系 我们道一声真钟 我们会互相想念的 因为只能这样了 不然怎么办 好吧 这期的料理 谢谢大家